台中港务分公司近期与航运公司合作 透过在柜厂建制台中港预约交领柜平台 透过APP预约交领柜 以远端作业模式让柜厂预审 减少核对资料的时间 另外也设置预约专用车道 让货柜车能够快速通行 提升作业效率 好几台货柜车排队要等着进入柜厂 进去前要经过零柜核对货柜号等资料 才能够通行 而为了提升交领柜的作业效率 台中港务分公司近期与航运公司合作 建制台中港预约交领柜平台 要透过线上预约的方式缩短作业时间 台中港货运量稳定成长 货柜车进出港有一个尖锋时段的特性 为了协助业者来分散尖锋的车流 同时让柜厂做更有效的安排 台中港务分公司 于是着手来规划建制台中港预约交领柜平台 未来司机或车行能够透过APP预约 远端作业将资料预先传输给柜厂预审 减少等候时间 另外港务分公司也透过设置 预约专用车道及门哨 让预约车辆能够不必排队 快速通行进柜厂 减少司机的等候时间 在预约领柜的部分 司机或车行透过远端作业 先将领柜的资料提供给柜厂 柜厂可先行安排翻柜 或者是在上方不再压柜 减少等候翻柜的时间 台中港务分公司积极来筹划设置 预约专用车道 那万海公司也投入来设置 预约专用门哨来搭配 那并将门哨的人工临柜的作业 变更为远端的一个作业的一个模式 目前仍处于测试阶段 正式实施后 预计作业时间可由20到30分钟 缩短至10到20分钟 也鼓励航运公司能够踊跃参与测试 打造柜厂内更优质的作业效能 记者浪威台中采访报道